欢迎收听9月25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梓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人权组织报告指 香港学术自由大倒退 学者自我审查 大学生受到打压 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郑志刚 据报将会被撤换 并由前高官马兆祥接任 曾经火热的中国红色电影沦为票房毒药 评论说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党的宣传话语 详细新闻内容 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报告 指香港的学术自由 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严重倒退 受科学者指 在教学和研究等多方面都有自我审查 也都被阻止开办以提敏感的课程 学生会也都受到大举打压 学生的言论 集会和出版自由被侵犯 鹿蓝菜梁炳康报道 政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 星期二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到 大学学生会自国安法实施后 被校方以不同手段打压 被逼宣布解散 发起和平抗议和集会的学生 往往遭受懲处 严重侵犯学生的言论 集会 结社 出版自由 无独有偶 领大编委星期三 在Facebook发表声明 说校方已收到大量投诉 只采用领大编委四字简称 令人意味 编委会是领大官方组织为由 要求编委会 不可以再在纪念品和刊物中使用 要以领大学生会编委会代替 刚刚投身社会的Fern去年毕业自香港一所大学 在学时曾任大学编委会和学生会评议会 他向本台形容领大校方今次要求编委会停用简称 令他们要重新制造纪念品 只是校方打压的手段之一 每年学生会会批击协议会的计划都不到 那他如果拿了那份来计划 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书仔 他们可能会慢慢由实体书仔 去到没有实体书仔 去到电视版 又由康物去到变得只剩下 这些新闻 因为资源减少了 至于学生会方面 阿芬说 学生会成员会不时收到来自校方的关心 例如有人会提醒他们 不要让路鬼回学校参与会议等等 阿芬又这样形容 国安法实施后 大学校园内的改变 学校的东西 就是在学校园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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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个校园很正确的 它是一个场所 它不是一个 给你一些公民讨论 给你一些自发行动的地方 人权观察的报告又提到 香港部分大学 会雇用前警察负责校园保安工作 摄录和监视 学生进行未经校方去可的活动 但阿芬指 有大学生打船在校外聚会 竟然接到来自其他单位的提醒 理工大学前应用社会科学系 助理教授钟建华认为 以上种种例子 反映政府和大学高层 现在是有默契地 压抑大学的社会功能 同时大学教育的质量正严重倒退 人权观察的报告建议 担任香港研究资助局 学术评审委员的外籍学者 主动追踪 香港的大学校园里面 遭到中国和香港政府 遭到骚扰、监控、审查 或者威胁的申诉事件 并为私生设立保密的申诉机制 为受影响学生提供协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陆南才梁炳康报道 负债累累的香港地产商 新世界发展公布业绩前夕 突然传出撤换被视为接班人的 行政总裁郑志刚 并会由现任首席营运总监 前香港发展局局长 马兆祥接替 本台翻查资料 显示身兼深圳政协委员的马兆祥 近年领军公司 大举投资北部都会区项目 并拉拢多间央企签署合作 而它在政府期间 曾经被揭发涉及 澳洲利益输送黑幕 分析质疑 新的人选更反映新世界 步向央企化 下说报道 新世界发展 星期四公布业绩前夕 美媒 彭博和多间港媒 分别引消息说 集团计划 由现任首席营运总监马兆祥 接替郑志刚 出任行政总裁 而郑志刚将会 转任为集团非执行副主席 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 向本台分析说 郑志刚过去的投资 供过参半 而他被换走 并不是单纯因为表现缺失 新世界发展本身的企业本质 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集团新长台人 并不是交给纯观的子女 而是近年才空降的马兆祥 翻查资料 现年61岁的马兆祥 在香港建造界打滚超过25年 曾经在多间工程顾问公司担任要职 在2014年1月 正式成为第一位发展局副局长 2017年升任为局长 值得留意的是 根据2016年明报调查说 马兆祥曾经多次被质疑 在任职政府期间 来用政府资料 协调多间顾名公司 和地产商投资政府项目 包括新世界在宏洲 和元朗一带的私人投资 另外新世界近年积极紧贴 大陆和香港政府整体政策方向 例如大湾区建设和北部都汇区 包括就算在大陆房地产市道低迷之下 在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 投资占比仍然增加到超过六成 近年以来 更加和央企华润置地 招商蛇口和国企深业集团 签署合作协议 可以利用他们的商业伙伴的资金 加快在大湾区和香港北部都汇区的扩张 当中的合作都有马少祥参与其中 无独有偶 新兼深圳政协委员的马少祥 两年前出任华润集团外部董事 而最近市场传出 新世界为了救急 要买出郑志光的心血 尖沙咀知名商场K11压磨 并且将会由华润集团旗下公司 也大约90亿合救 盐宝江认为 这样反映新世界更加步向央企化 他也都认同 根据近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香港宁波帮回信 表明香港商界要多些配合 投资中港 而新世界正正是一种示范作用 新世界和一些央企包括华润的合作是很密切的 他们在北浦都会区都已经有几个类似的合作计划 在中央层面是一定支持新世界发展 包括曾经那些内地的银行都是愿意借贷给他们 中央的层面似乎是新世界发展承担了一些国家任务 中央是愿意用一些央企去帮助支持他 减低负债的问题 都是一个示范来的 似乎是新世界愿意配合政府做一些投资 你见最近习近平回信 凌波帮他投资在香港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责面 给一些压力给本地的发展商 盐宝江认为 新世界有中央支持吊命 加上最近美国减息 集团渴望可以走出最困难的时期 不过 集团要解决负债问题的路途仍然很漫长 当中深受大陆经济所左右 还需要变卖资产 够然微之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近年中国的爱国电影曾经是票房保证 但如今已经变成票房毒药 8月初上画纪念中共建军97周年的红色电影《一生交级党》 上映过半月累积票房不够300万元人民币 网友嘲讽连一亿党员都不肯花钱去看 评论认为是显示老百姓不再相信党的宣传话语 根据中国电影资讯平台猫眼电影数据 中共主船率电影《一生交级党》 自从8月1日上映以来 去到今个星期三 累积票房285万元人民币 排在第127位 这部充满正能量的主船率电影遭遇票房惨败 大批网友从影片上映开始 就在社交媒体X上面开启了群嘲模式 说你愿意将一生交给党 但就不愿意将50元的电影票交给党 也有网友直接建议电影 改名做《一生交级了人民币》 八九艺人桂枫向本台表示 近年很多中国电影人 见到吴京等人 靠爱国主题赚钱 所以就蜂拥仿效 但疫情爆发之后 随着经济衰败 民众渐渐不再相信中共粉丝性的宣传 因此红色电影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在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情益中 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因为影片受众门栏更低 所以中共当局对影片的审查 比新闻媒体和出版更甚 中国电影人 看见了审查之手下的爱国商机 但现在爱国流量经济已经破产 当中原因 在于习近平治下的百姓生活 每放愈下 来之后的事实 他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经济一天比一天糟糕 中国的国际环境一天比一天的恶劣 教训了他们 身为在美国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胡雪阳表示 目前这种主旋律电影的票房 才显示觉醒后的真实民意 但都揭露了早前爱国电影票房 有可能造假的林烈真相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电影人向本台说 红色题材电影制作吐露化和缺乏美学 只是黑板的雪教工具 老百姓已经美感疲劳 当党政机关不再组织集体观影之后 没有人愿意自己挨荷包去看中共宣传片 所以这样的电影也都无法再展现 近年来好像建国大业 战狼等爱国流量电影巅峰时期的辉煌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出重要通知 提醒旅居日本和打算在11长假 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民众 要提高防范意识 但有日本网民就认为 相关通知只是暗示中国游客 会在日本受到袭击 是看低日本人的质素 中广正报道 中国驻日使馆的通知提出六大要点 呼吁中国游客在日本留意安全风险 远离游行示威集会人群 进守当地法律规定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拍照陆像使用模型机等 虽符合当地规定 如预纠纷要理性表达诉求 内容令人联想到 小粉红在日本闹出的新闻 例如中国网红在战国神社便利评测 用模型机拍摄日本出云号军艦等 通告表面上是呼吁中国游客不要生事 但就野来部分日本网民反感 因为如果觉得中国游客在日本造袭击 是看轻日本人的质素 驻东京的吉田觉得 中国游客会在日本发泄不满情绪 而且非常欠缺道德教育武功得心 现在日本的观光地的话 还是希望他们来 中国人来之后 对于日本的以前的战争的事情 感情是会表现出来 会搞事情 有人到这边的神社 想厕所用油机写什么字 最多看的就是 不应该丢的东西把它丢 车子跑的道路 它过去在中间停下来照相 有日本网民呼吁政府 算导去中国的危险 日本外务省现阶段 仍没有打算提高 前往中国的旅游事件 在环太平洋国家中 日本是唯一对中国旅游事件 处于层级零的国家 美国将中国列为第三级别 非必要密前往 加拿大 澳洲和纽西兰 就将中国列为四级别中的第二级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虎表示 2012年中日钓鱼台冲突后 上方关系未见起色 加上小粉红频繁在日本闹市 中国近年军事扩张 军机侵犯日本领控 使日本从政界到民间都对中国不满 连担任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 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 都改变态度批评北京 他指中国鼓吹民族主义 让仇日情绪高涨 塑造深圳先后传出刺杀日本人事件 加费日商设离速度 例如从下近日关闭青岛工厂 裁员1200人 使当地失业情况恶化 当日本对中国的不满在增加 而中国对日本的技术跟投资的需要 也在增加的情况会变成 中共就必须要采取一个态度 来缓和这件事 但是中国又站在民主主义立场 无法公开针对这事情 做合理的处置跟道歉 使得日中关系遇到很大的障碍 使以廉价中国人又会大量去日本旅游 又有中国人去奈良去欺负那个路 去进国神社在路边尿尿或是喷漆 一定会让这些事情都连接在一起 他认为中国的道德教育 都是以政治为前提 如果小粉红这些行为发生在非洲 而不是日本 北京都不会发表意见 但中约关系涉及经济利益 共产党就不会被小粉红再为所欲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美国国会发表最新研究报告 点名以香港为基地的招商局 指它的全球业务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 敦促美国政府和相关的外判公司 避免和招商局合作 在美国本土 甚至要移除 由招商局提供的货柜码头设备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纳里 星期三出席一个华府智库活动时 强调太多中国公司 滲入美国最关键的产业和供应链中 对美国本土安全 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急需解除这些上了堂的窗 委员会资深成员 克里希腊莫提就引用两条中国法例 解释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要求私营企业 违反其商业考量来服务国家的利益 北京又可以强制企业 成为收集外国情报的工具 调查报告指 招商局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参与者 他在非洲吉布提营运的港口 最初以民用设施呈现 后来扩展为海军基地 中国解放军 现在在这个海军基地 常驻了2000名军人 这个海军基地 还拥有一个可以停靠航空母船的码头 另一个在斯里兰卡营运的港口 同样牵涉军事目的 2022年8月 一艘中国海军测量船 远望5号 在斯里兰卡官员反对下 仍然在该处停靠了一周 美国国防部曾称 远望5号 随属于中国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具有监视火箭 及洲制弹道导弹发射功能 另外 招商局和中远海运 透过中外合资企业 承接了洛杉矶港 长滩港 西雅图港 优斯顿港 和曼雅密港的部分日常营运工作 这5个港口 都是美国最繁忙的港口前10名 掌控美国进出口命脈 也是北美洲国际贸易的主要门户 调查报告有指控中远海运 曾经违反美国和联合国制裁 运输伊朗石油 在2019年9月 美国财政部因此对中远海运的大连子公司实施制裁 相关制裁令在2020年1月才解除 第三间被Demain的国企 是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报道 加拿大国会召开第二期 外国干预公开聆讯 探讨如何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 香港出生的国会议员关慧晶 在聆讯作证时说 自从香港反修理运动之后 当地华人社团明显减少邀请他出席活动 但他强调会坚持为港人发声 胡瑞兰报道 今次的聆讯公布了加拿大选举部门 在8月完成的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 中国尝试影响加拿大华裔选民 令他们不会投票给 被视为对中共政权有敌意的候选人 然而 报告认为相关行为 未有违反当时的选举法律 在聆讯作证的 包括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关慧晶 他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自从2019年他为香港社会运动发声之后 他发现当地华人社团 对他作出的邀请明显减少 认为是有意减低他的曝光度 但他表示 即使有失去国会议席的风险 自己仍然有道意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加拿大国家安全部门先前发表的报告就指出 外国势力企图干预不同政党的初选 保守党党员 前温哥华史提夫斯顿列治民东区国会议员赵锦荣 接受访问时承认 面对21世纪不同外国势力的威胁 政党的反渗透措施有继续加强的空间 但是他强调必须要作出一个平衡 例如说一些香港来的朋友 他未入籍他是一个PR 他是新移民 但他也很想去参与政策的制定 讨论辩论 基本上一个民主的执行 我们怎样去作为一个政党 是不是拒他们读于门外呢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要面对 要去解答的一个问题 他又补充在外国干预的议题上 他认为即使新移居加拿大的香港人 未有公民权 仍然可以争取更多和更好 第一期外国干预公开聆讯之后 加拿大国会提出并且通过 反外国干预的C-70法案 当中引入外国代理人注册制度 关卫晶认为 不应该将相关制度视为种族歧视 第二期聆讯将会在年末完成 届时霍格法官将会公开另一份报告 关卫晶指出 希望聆讯能够搜罗更多资讯 令加拿大可以更有效应对外国势力的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汇水南报道 接下来由潘家晴报道 几则新闻简讯 在香港 213人因为涉及2019年 参与理工大学外的 维艺救赵被检控 其中一名男学生陈卓言 去年被裁定暴动罪成 判酬4年9个月 他周三申请上诉许可 法官表明 原审法官有权作事实裁断 不相信上诉人到现场拍摄是为了交功课 并指他在案发时当晚 8点到场 到11点还未离开 是否有于理不合 上诉人的心是知道 认为上诉无可争拗之处 拒绝批准上诉许可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 莫警方批准举行的全攜青游行 其后演变成警民冲突 两名青年被控非法集结 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 分别被判入奴教中心同判监4个月 两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诉 质疑警员提供的现场影片不吻合 高等法院周三开庭聆讯 法官指影片不在固定的位置拍摄 加上当时现场下语等因素 不宜用作仔细比对证人的口供 并强调即使证人口供跟影片有瑕疵 但现场的环境证供非常充分 终以排除两名上诉人 身处现场迅速巧合的可能性 因此驳回上诉 中国的火箭军周三上午8点 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 发射了一枚攀载 训练模拟弹头的州制弹道导弹 强调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美国总统拜登一日前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指美国近年来加强整个印大地区的 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亦都强调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 据新华社报导 这枚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 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而中方提前向有关的国家作了通报 中国华为May XT三接叠手机 一度传出炒价高达10万元人民币 预购的数量超过650万部 但上周五正式开卖 市场的热度却迅速下降 炒价雪崩式下跌至加价2000元 而且持续低传未算低 被行内人形容为跳楼机 这款手机有三种不同配置版本 定价由2万元到2万4千元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结束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这终结束我们都会到超重了 对